各位好,欢迎回到ATOS金融小课堂 我是分析师Glan 在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全球最贵股票排行榜中的第十名到第六名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前五名 第五名,Seaboard Corporation,SEB 股价4300美元 Seaboard Corporation是一家多元化的跨国农业及运输业巨头 该公司在美国境内的业务主要包括肉类加工和海运 在国际市场中,该公司在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便向全球客户提供大宗商品销售、粮食加工以及电力生产的业务 公司旗下品牌包括Seaboard Foods,Seaboard Marine,Seaboard Everseas and Trading Group 第四名,NVR Inc NVR,股价4988美元 NVR公司是一家主要在美国东海岸运营的大型建筑公司 该公司旗下还包括抵押贷款以及产权服务业务 NVR公司旗下的主要品牌包括Ryan Homes,NV Homes以及Hotland Homes等 在地产及建筑业务方面,该公司主要专注于建筑 极少涉足新地开发,以此规避可控风险 第三名,Next PLC,NXT,股价8488美元 Next PLC也被译为奈斯特,是一家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英国公司 也是英国富士100指数成分股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服装、鞋类以及家居用品的销售 大部分实体店面均位于英国和爱尔兰 但在欧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也均设有销售网店 该公司旗下包括Lipsy,Retail Restaurant Limited Next Manufacturing Limited,Next Beauty以及Next Sourcing Limited 等是一家分公司 第二名,Linton Spring的LISM,股价11万8千美元 瑞士连股分公司,是一家瑞士巧克力和糖果公司 在1845年由史宾利父子在瑞士苏黎市创立 父子二人亲戚一生专注于研究创新巧克力的生产工艺 并在1879年创造了第一块可以在口中融化的巧克力 令瑞士巧克力闻名世界 在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瑞士连不断收购并创立了数十家分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该公司股价高达近12万美元 但是公司市值仅为240亿美元 相当于特斯拉公司的2.4% 第一名,Berkshire Hathaway Inc. BRKA & BRKB 股价51万2千美元 有股神沃伦·巴菲特在1956年创立 Berkshire Hathaway是一家跨国企业集团 该公司全资拥有Geico Duracell Derek Queen Helzberg Diamonds等十余家分公司 并在多家剧情上市公司中持有大量股份 比如Croft Heinz American Express The Coca-Cola Company Bank of America 以及Apple 受巴菲特的光环影响 Berkshire Hathaway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焦点 而其高达50万美元的股价 也稳坐全球最贵股票榜榜首宝座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的投资有所启示 就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 我是分析师Clan 我们下期再见 ur常5型机 优优独播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